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今天所帶來的進攻全部都沒有使用藍胖援軍 我們來看看第一場 這是由凱特他所帶來的天女狗球 他對上的這是一個9.5本的陣型 還蠻硬的喔 有一些9.5本的防禦設備了 尤其是三座等級非常高的X弩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的這場精彩的回放 凱特他是先在7點外側 還有5點的外側 分別使用餐飲還有寶寶龍來幫忙斷邊 等一下準備要讓天女是從6點的地方打進去 現在從6點外面下出了天女 然後準備要在6點這邊幫天女開牆 好開牆成功 那沒有問題天女等一下就會往這個城牆的缺口走進去 那很快的就會面對到對方的女王 而且會被對方的X弩很快就黏上了 現在寶寶龍被打死了之後對方的女王找上門來 這邊丟了第一罐狂暴保護我們的女王 這邊女王殘血了 哇又被兩隻X弩黏上 所以必須要將技能給打開來 技能打開了之後將對方的援軍引出來 哇是大小龍加黑球耶 這邊下的這罐毒藥如果不夠即時的話 我們的女王因為技能已經提早放開來了 很有可能是會被這個援軍給秒掉的 哇最後是千軍一把 好險女王是存活了下來 並且順利的打到對方的第一隻X弩將他打掉了 那女王現在暫時是安全的 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吃了兩罐狂暴了 那現在我們的狗球部隊以及蠻王就準備要進場了 凱特他在8點外側嚇出了蠻王 我們要仔細看喔 蠻王是從8點這邊下處來準備開始跑操場的 然後呢狗球部隊進場 第一隻狗從8點外側放進來 哇飛到那一側很快的就吃到了非常多的空中陷阱 所以凱特直接在8點外側補上第二隻狗 來幫忙繼續飛到前面扛住傷害 然後第三隻狗是從10點外側放進來 後面一樣是有跟上黑球 我們的黑球群飛到陣型靠近中間的地方 這邊凱特丟了一罐狂暴 讓我們的黑球快速的秒掉對方的吹風機 還有EXMO 好現在從12點的外側也有典放黑球進來 打掉側邊的一些防禦箭竹 避免我們的黑球等一下飛歪掉 對方只剩下最後一座火箭 YA被我們的黑球打掉了 太好了 但是現在有一點非常危險的 就是對方有一些空中的骷髏 不斷的在追著我們的黑球跑 那我們已經沒有法師或者是靠近他的女王 可以保護我們的黑球了 所以這群黑球很有可能就會被這群小富五頭 一直追著跑然後最後被打死 那收尾就會非常有問題 剛剛在最後一隻狗的那個地方是有一點點的危險 因為最後一隻狗飛到這座火箭的位置的時候 吃到了非常多的空中陷阱 所以一下就炸開來了 還好後面的黑球部隊是很快就跟上 才能夠順利的將最後一座火箭給打掉 好現在我們看到跑操場的蠻王 哇這真的是跑了超大一圈的操場啊 從八點外側整整繞到世界的另外一端 跑到兩點這邊來跟我們的部隊會合了 那現在對方只剩下兩座 血量非常高的金庫 最後是非常非常驚險 壓秒才把他打完的 拿下這個9.5本的三星 凱特這場的表現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帥氣的拿下三星 雙王都還活下來了 好我們來看看下一場 好接下來的這場我們看到的是葉宇的進攻 他帶的部隊配置一樣是天女狗球 那對上的也是一個9.5本的陣型 對方有兩座4級的X弩 並且還有很多其他10本等級的防禦建築了 所以這個陣型也是還蠻硬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葉宇的這場進攻 好他在6點的外側下出了天女 等一下準備在6點的地方開牆 讓天女走進去 打掉對方的火箭X弩 然後解決對方的女王以及城堡援軍 那現在葉宇用炸彈人順利的開牆之後 在7點外側他下了蠻王 要幫天女斷邊 避免我們的女王等一下往8點外側的地方繞過去 好女王順利的從6點的這個缺口慢慢的走進去 蠻王這邊則是面對到對方突然冒出來的電塔群 哇所以蠻王被迫開了技能 但是這邊的電塔實在集火威力太強了 這是10本等級的電塔而且有3座啊 所以我們的蠻王就算開了技能也是很快的就被秒掉了 那我們來看看天女這邊 天女走過去了之後呢被對方的X弩跟劍塔同時攻擊 所以葉宇在這邊丟了一罐狂暴 那援軍拉出來之後是龍球 這罐毒藥一定要下的夠即時 否則會來不及將黑球毒死 那女王很有可能會被秒掉 那這罐毒下的不但是夠即時 而且還同時毒到了對方的女王耶 哇真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們的女王現在順利的靠著這罐毒藥 解決了對方的援軍還有女王 現在只要將這一座往8點外側吹的吹風機打掉的話 我們的狗球部隊就可以進場了 我們的狗球呢是從7點這邊開始 順時針的點放我們的狗還有黑球進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葉宇這場下的狗球 真的是下得非常的好哦 他的第一隻狗從7點的外側放進來 第二隻狗大約是從9點以及10點外側這邊放進來 最後我們的黑球聚堆之後呢 在靠近對方的法師塔 還有X女的這個地方下了一罐狂暴 最後一隻狗是從大約11點外側放進來 並且在後面一樣是從順時針的地方 外側都有點放黑球進來 避免我們的主力部隊黑球再往外側的地方飛出去 然後最後一罐加速法術 則是用在讓我們的黑球堆 快速的打掉對方的法師塔以及最後一座火箭 哇這黑球真的下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後剩下來黑球的數量非常的多啊 哇這場好精彩 對方只剩下最後一座劍塔了 哇三隻狗也通通都爆開來了 然後女王則是順利的在外側來幫忙收尾 所以收尾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陣型中間有一個血量非常高的城堡 也有小火狗在打他 所以最後也是不需要擔心這座城堡收不完 哇真的很漂亮耶這場狗球 你看看這個黑球剩的數量這麼的多 女王也活下來幫忙收尾 然後小火狗的數量也很多 好沒問題了 女王的技能根本不用開 就可以順利的收下這個9.5門的陣型 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看下一場 好最後這場呢我們看到的是J的進攻 他帶來的部隊配置一樣是他拿手的石珠流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場進攻回放 通常J所帶的法術呢應該是一罐跳跳跟三罐補血 但是這次對上了這個怪怪的9本陣型 他有一些導引的結構 所以J打算要直接利用這些導引的結構 讓石頭往陣型的中間走進去 扛住火力 並且同時將援軍引出來 所以他這次沒有帶跳跳 是帶了四罐補血法術 他在一兩點的外側割下了一顆石頭 石頭會被這座迫擊砲給吸引過來 然後後面跟上的法師已經將外側都斷得非常的乾淨了 所以石頭後面跟出來的女王是完全不會走歪 並且會幫忙解決掉對方的女王 那現在後面放出來的蠻王也不會走歪 我們爆開的小石頭往陣型的中間走進去之後 將對方的援軍引出來 是龍球 那在這邊下了一罐毒藥 讓女王解決掉對方的龍球援軍 現在女王開技能殺死對方的這隻龍 那沒有問題 我們的野豬部隊應該差不多可以進場了 好沒錯 J他直接在一點外側開始下出野豬 那我們來看一下J他下野豬的這個技巧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從一點外側開始逆時針的一小隊一小隊 將野豬部隊點放進來 這樣子可以避免我們的野豬群同時被對方攻擊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野豬群慢慢的聚集 然後再一起吃到補血法術 非常的不錯 這就是石豬流非常好的下反 好最後在陣型中間的這個地方 我們的野豬群面臨到對方蠻王的追殺 而且有對方X母的攻擊 然後這邊還有非常多的法師塔 所以J在這邊不但是丟了補血法術 他準備將這罐骷髏法術也丟下去 擾亂對方X母跟蠻王的攻擊 讓我們的野豬有機會可以將對方的X母 還有這些最後的電塔還有法師塔給解決掉 哇最後這些電塔 很有可能將我們的野豬群都秒掉啊 但是J他的心臟非常強 最後這罐補血法術是沒有丟的 因為以他的經驗來說 他覺得這應該是沒有問題推得完的 所以這個補血法術是不需要丟的 太厲害了 最後扣了這罐補血法術在手上 只用這些剩下的野豬就將這個陣型給收尾了 哇太精彩了 我們剛剛下出來的骷髏法術 是沒有辦法順利殺掉對方的蠻王的 只是幫我們的野豬部隊爭取了一些時間 那最後他的蠻王是被我們趕上來的女王給殺掉了 好最後剩了這些野豬沒有問題 幫忙收尾 扣下了一罐法術 拿下了這個三星 非常的漂亮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部落戰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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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